說到這邊我們可會發現 因為我的這個 手的模型 常常會擋到後面的 後面的這個 我說 後面的這個參考圖 對不對 那我該怎麼辦 我首先先推出這個點的模式 記得要推出點的模式 我選到這個物件之後 還記不記得我們剛剛設定這個參考圖 我讓它在解凍 就是鎖定的時候不要用灰色來顯示 我今天還是一樣點到它 還像剛剛一樣的這個 Object Property 就是物件屬性這個地方 點選一下下之後 這邊有一個勾選項叫做 C True C True這個字件做 看穿 按勾選項之後按下OK 我的物件就會暫時的變透明 它會暫時變成一個透明的物件 透明物件有好有壞 你可能會覺得 好像透明物件它的 這個外型有時候看起來比較複雜 可是實際上 當我對於有需要看到後面的參考圖的時候 物件的透明 常常會讓你覺得 要邊修是比較方便的 我們現在就繼續把這個手指拉出來 因為時間的關係 這三根手指頭 我先做幾個示範好了 那待會再一次的給大家看到最後的結果 因為其實實際上我在邊修的方式都是差不多的 都是先拉出來 拉出來之後 然後給它縮小一點點 縮小一點 你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你縮小不要過頭了 看這個地方過頭你就知道是錯的 或者是你如果怕你在拉出來的時候 一直會有過頭的問題的話 我們就直接用 It True就不是Bevel 因為Bevel它是直接拉出來而已 它就沒有讓那個面縮小的功能 做完之後 我再對它的這每個點做調整 大概是像這樣子 調到跟我的參考圖類似的狀況 好 好 然後 我先暫時的不要開It True 點到它ObjectProperty 關掉 好 像這樣子 然後我在這邊 再繼續用面的方式 比較方 比較那個 比較安全的方法是用It True 不是用Bevel 好 出來 好 運動工具像這樣子進去 好 接下來再出來手的關節 手的關節用 手的關節用 手的關節用Bevel 好 稍微大一點點 再換It True 拉出來 再換人點 對於物件做 編修 這個動作其實有一些些重複性 所以我就不再一直做給大家看 我就像這樣子一拉出來之後 像這樣 我就一邊的對於物件的做擠出 也就是用Bevel 擠出在會之後會縮小Bevel的指令 擠出一個面之後會縮小 或是一個擠出之後不會縮小 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這個就是擠出指令 一直對它做擠出 或是一直對它做 一直對它做擠出 跟一直對它做 Bevel 倒角 Bevel叫倒角指令 好 一直對它做 對它做這兩個指令 然後呢 然後呢 就把我想要的這個物件的樣子 給它做出來 好 然後我們也可以在這邊對於點 跟那個面去做移動 或縮放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慢慢的把我的這個 手指頭給做出來 我把大拇指做出來之後呢 前面這三根手指頭 因為它是怪物嘛 所以我們它的前面的手指頭只有三根 我就不再多做了 我就直接把這個 好 我就直接把這三個手指頭做出來 好 大概是這樣 這樣子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測試戶的部分 從旁邊看看 我的這個 手的模型 它跟我的這個參考圖 合不合 一不一樣 把它混成是C2 好 看這個部分 然後 比如說我覺得這 這幾個面 它需要上面 因為它是手掌 假設這個地方是手掌 面朝下 所以其實這邊是手背 手背跟手掌其實應該是 比較 稍微薄一點點對不對 好 它沒有那麼厚 好 像這邊這幾個點 可能它也是有一點點太 太那個 太太太太厚 手指頭沒有那麼粗 所以我一次性的把它縮短 你可能跟原本的這個 這個造型還是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時候你可能就要是 依照我的這個造型 慢慢的去對它做編修 我修得越像越好 修得越像越好 我再把C2給關掉 好 現在我已經把前面的三根手指頭 都拉出來了 那這三根手指頭 拉出來之後 我把背後的那個 參考圖片給它消失掉 那我們現在從這邊看看 這個 物件 它長得像這樣子 最後我們要做的是什麼 其實最後我們要做的 就是一個 大家最熟悉的一個叫做 Turbo Smooth的動作 對不對 按一下之後 看到沒有手就做出來了 這就是我Turbo Smooth之後 那個一根手的一個狀況 可是你其實我如果到最後要把這個手 把它接到身體上面的話 我們要多做一個事情 就是我需要做的事情是 把 我先把這個Turbo Smooth關掉 我需要做的事情是把最後面這個地方 最後面這個面 我把它給它給刪掉 因為它最後可能要接身體 所以它必須跟身體做一個連結的動作 正面我要給它給刪掉 好 刪掉之後呢 我再把Turbo Smooth打開 好 這個這樣子就比較像了 就比較像了 我們來看Turbo Smooth的參數 我這個地方就改了一個區段 其實應該夠了啦 不需要再多做了 不需要再多做了 一個區段就夠了 然後把 SOL的Display 勾起來 就變得比較單純 這就是我最後做出來的成果